各位 大家好 我今天就來這裡行山 行山呢 就經過了 見到有些果樹的 就有幾棵車梨子 就跟大家看一下 車梨子的 怎樣 車梨子就有 這裡就有 黑色 紅黑色 黃色三種的 都有大小種分的 我現在見到那些 這些就是黃色的 這些黃色 這些黃色 大家清不清楚 這樣就清楚 清了 清了 黃色也很甜 最甜的就是紅黑色 紅黑色也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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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跟大家看一下紅黑色 那些紅黑色 那些紅黑色 通常是彈牙的 那就 很好甜的 我比較喜歡吃紅黑色的 這些紅黑色 很多 熟了 熟了 熟了的時候 可能會有蟲 多數都有蟲 通常就 開始轉黑色 最好吃的時間 就是開始轉黑色 那些 初初來到那時候 我就吃了很多 因為不知道有蟲 有蟲 照樣吃 都沒事的 不用怕的 街市見到有蟲 我以前在報紙都見過 街市有蟲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不用怕的 如果有蟲 就代表比較天然 當然見到有蟲 當然不吃 現在 這裡旁邊都有一棵 黃色的 我拔一些黃色的 來吃一下 很貴 很甜的 很甜的 就是 差不多圓的 尾聲的 如果不吃 整棵樹都是 你看 整棵樹都是 好吃的 很好吃 很大牙的 或者跟大家講完 車禮子之後 講一下 講一下 這裡還有一棵 是那些 那些 合桃 那些合桃呢 現在這個合桃 大概在九月尾至十月初就得窄了 它表層就有一個果包著 一層表皮 熟了的時候是黑色的 黑色就乾了 當然熟了的時候乾了 沒有水分 這樣就掉落地了 可以來收拾 整地都是 那時候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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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